山东济南发生塌陷地震 8名专家已抵达现场进行勘查 2021年12月21日43时6分 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新庄街道 发生M1.0级塌陷地震 震源深度大约1公里 地震发生后相关单位负责人和专家赶赴现场 塌陷地震发生后 当地应急自然资源等部门和专家对此次地震进行了调查 经过初步调查 目前震中没有人员伤亡 暂未发现由人为原因造成塌陷 震中地貌已未发生明显的改变 周围的煤矿企业和村镇没有受到影响 22日 4名煤矿专家 两名省级地质专家和两名省市地震专家 为主要成员的专家组 正在对地震发生原因进行综合分析 专家组初步判断这次塌陷地震 与当地的地质构造有一定关系 专家组成员郭宝德介绍 这里的地质构造中有两条大的断层 火质炎侵入也比较强烈 他陷地震的原因已经排除非法开采 倒采和煤矿开采 专家组初步判断 可能跟地质构造有一定关系